今天是气派下一辆小黄刚要通过路口 下一秒碰得一声辆车相撞 双方下驶下得赶紧刹车 整体车祸事件是发生在18号凌晨 台北市林区天母东路上 李姓女子开着新车要价312万的名车上路 疑似遭到闯红灯的计程车问奖撞到 可以看到照片上 两车的撞击力道可以说是相当猛烈 计程车前保险感凹损 水箱破裂 而这辆百万名车的安全气囊也因此爆开 好在人都没有大碍 而根据了解被撞的这辆百万名车 刚出厂10个月就惨被撞毁 也让驾驶心好痛 对此市林分局交通分队货报后 也是对现场的两名驾驶实施酒测 双方都没有酒驾 好在两人伤势都没有大碍 不过至于详细的宙事原因和责任归属 都有待调查离情